如果這次被他們真的獲得了35加 立法會的大多數 出現在香港議會大規模地 令到港大市民認為暴力應該是不只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 年輕人有樣學樣去違法達義 人們不再講道理、不再講法治 只是講暴力、權後再近、官府再遠 其實法治可以說是蕩然無存的 看見議員在議會用暴力好像沒有效果 大部份這些事情是不了了之 不會有任何的檢控 即使有檢控的去到法庭 就算有定罪都可以獲得輕判 議員有很多個有案底的可以繼續做的 我們看陳淑莊、邵家俊 不會因為他們有案底失去議席 只是佔小眾的 但是都可以令到議會長期癱瘓 選一個內會主席就選了十幾二十次都選不到出來 很多民生議案都通過不了 如果被他們佔了大多數的 肯定全香港是會癱瘓的 警隊沒有糧出 到時公務員、法官全部沒有糧出 領終門的人士也都拿不到他們每個月的生活費 現在我們主要是靠警隊去維持香港的治安 其實每次有暴動的現場都是靠警隊去應付黑暴 如果真的削減了警隊 甚至可以解散了警隊 這些眾部派的眼中沒有了 他們就更加可以為所欲為 喜歡怎樣撕了 殺多少個他們看不順眼的人 到時大眾市民的 你有任何一個你的意見和黑暴是不同的 他們都會輕則就弄傷你 重則的甚至拿你的命 因為沒有警察會再執法了 他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也都不需要繼續負上法律責任 因為沒有人會抓他 在這個社會的市民 如何能夠繼續安居樂業呢 做生意的有沒有可能繼續做到呢 而且沒有了警隊的 之前眾部派講過的黃色經濟圈 肯定會捲土重來 到時的黑暴就好像以往的黑社會 香港的未來在所有選民手上 其實就是一些做實事的議員 當然不是說蠻松去附和政府的 一些議案他們提出一些實質的建議 怎樣去修訂政府提出的議案 寫得更加盡善盡美 就不是說以自己個人的利益 凌駕於市民大眾之上 以攬炒作為目的 讓大眾市民去安居樂業 這些才是我們應該去支持 去投票支持他們的 希望他們當選的候選人 可以造成他們的藥物 現在的財政 我們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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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